11月17日是国际大学生节 一起来感受一下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采吧 细菌化了解一下 在长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实验室里 学生们以细菌为末 以培养机为止来作画 事实上 大多数的细菌对人体无害 在培养机上创作细菌化 需要37摄氏度的恒温条件 培养24小时后 细菌慢慢繁殖形成菌胎 画的真实面目才会显现 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下 被动到没有知觉 在大风的山顶 无人机被刮跑 在无人知晓的夜晚 熬过经济危机 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梁嘉敬 为了完成岩石摄影作品 四季中国行 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故事 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西藏的无人区 那里海拔有5800米多 然后在那里就深夜就现车了 在那里现车之后 就困了一天多的时间 就没法走出无人区 最后是打了救援电话 然后非常幸运地 被边防官兵救了 梁嘉敬说 这一路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 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 确定了追行的方向 未来想要环游世界 继续探索未知 从自卑的独臂男孩 到拥有众多优秀头衔的学生会主席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学生刘云 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励志人生》 刘云因患有先天残疾 从小自卑很少与同龄人交往 与画画为伴的他 立志考取专业美术院校 历经三次高考 他终于考入山东艺术学院 在大学里 他开启了支教之旅 他说支教为他的人生 打开了另一扇窗 这个课你一讲一下的时候 他们就很乖 包括到下课以后 和他们一块儿那所有戏啊 那么然后他们会一堆人围着你 然后什么进攻你 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那时候是比较快乐 然后当你快乐的时候 然后就会把那个所有事全忘了 正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研的王瑞 他的父亲曾因车祸在家瘫痪12年 期间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 为了将爱心传递下去 他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旁 为重症病患者建立了一个爱心厨房 里面设施以应俱全 供患者家属免费使用 王瑞说吃外卖对有些病患身体不利 有了爱心厨房 患者家属可以自己做饭 同时也能为患者家庭节省开支 爱心厨房的房租 由小于散筹公益组织承担 而日常的维护和管理 需要王瑞来负责 这项工作虽然辛苦 但他却坚持了下来 我有千万次想放弃 我也受委屈的时候 就是我想一想 我再怎么难 没有病人那么难 他们逃在床上迎接死亡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 还要很坚强 而我再怎么难 遇到再多的艰辛的问题 我比他们要容易得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